但传统武术不是动力链法力 它叫做丹田法力 丹田是我们体重所在 把我们人体的丹田撞向对方 让对方站立不稳 所以看上去虽然我们身体没有进行多大的移动 但是你的丹田撞到对方身上 都像在打台球的时候 白球撞黑球一样 直接就能把对方撞得站立不稳 他站立不稳的时候他是没法打你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其实人的力量很大 两个胳膊 大家看我的胳膊 这是一个胳膊这么粗 但是其实你的腰大概有六个胳膊这么粗 两个腿一并和腰一样粗 所以你的腰和腿加起来至少是十二个胳膊 所以如果你练好了 应该是掌握了内加圈的发力技术 你应该至少是十四个胳膊在同时发力 这个力量应该是非常大的 足以把对方站立不稳 甚至是发放出去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做到这个能力 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到正确的发力方法 我们和黄教练一起做一下示范 我们现在是如何练习发力 首先发力是在对方抵抗的前提下 比如对方撑住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胳膊的力量 我们是打不动对方的 为什么 因为从他的头到两脚 它是一个稳定的三角形 如果我们发他的话 他的后腿会撑住 动力练发力最大的代表性就是 我需要去身胳膊 对方顶住 顶住甚至这样压住我就不远离了 你这个时候你大小臂是没法去身的 所以你这个力量破坏不了对方的整个体重 而传统武术 为什么站桩 它实际上练的一个目的是锁死你的手臂 站桩的目的不是让你往外撑 也不是让你往回缩 它是让你这个一二三这三个点 这三角形固定 为什么要固定 因为我们蹬腿转腰 腿等于六个胳膊 腰等于六个胳膊 是用十二个胳膊的发力 但是对方撑住 如果你这个三角形打弯 你很大的力量 就会消耗在这一二三这三个关节上 导致你发不出力来 所以即使你会转腰 你这个力量也发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其实站桩 特别是内加圈的训练方法是做减法 我们本身已经很有劲了 十四个胳膊发力 我锁死手臂三角形 我转腰的力量 这一二三 这个三角形尽量的手动 我再转腰蹬腿 才能把对方发出去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他研究的是做减法 而不是做加法 那带来的问题就是 现在搏击运动员很壮很快 如果他的肌没有变 他的力量大小是有一定的上限的 当他接近了那个上限 他再握腿也不提高了 再深蹲力量也就这么大了 但是如果你练习一下内加拳 固定出你手臂和腿的三角形 减少你的发力中的消耗 你能够更好地提高你的打击力量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现在搏击需要组合 传统武术几乎不需要组合 他只练整劲 我一拳能把你打出去就行了 你站不稳 我就能放心地打你 所以他只研究整劲 不研究组合 而我们现在搏击研究组合 但实际上内加拳也有组合 只不过他腰跨旋转 自然产生组合 第二 那么现在搏击需要距离 那内加拳练的恰巧就是 我没有距离的时候 甚至我被动了负距离的时候 我也得发力 我站在一个内加拳传承人的角度去思考 内加拳能够弥补现在搏击的什么 首先第一点 它会改变我们的发力系统 因为其实人的基因是固定的 你再练深蹲握推 在你基因不变的前提下 你的上限是一定的 现在的西方的训练体系 是更高更快更强 更强你的力量变得更大 但是你的力量由于你基因没有变 到达一定水平就没法提高了 但是内加拳 它所有的发力方式 都是讲的减少消耗 而不是增加打击力量 所以当我们一个现代搏击的运动员 我们很重了 力量 打击力量非常大 你想再提高 没得提高了 受限于你的基因 你想再提高 没法提高了 怎么办 你练习练习内加拳 减少你打击过程中关节的消耗 是不是能够更好地提高 我们的打击力量 第二 缩短我们的时间差 我们现在 现在搏击的运动员 特别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两拳之间的时间差已经非常小了 但是总是勇 因为你是和你同等水平的运动员进行实战 他总会抓住你这个漏洞 但是如果研究研究传统武术的战装 或者一些他的练功方式 把绑胯快起来 有可能对方打一拳 你直接就把他的后手封住了 让他一拳都打不出来 你可以中断对方的时间差 让你变得更加安全 第三 它可以提高我们现在搏击运动员重心控制的能力 我们现在都是通过摔跤的方式去实现重心控制 但实际上内夹拳 特别是行翼拳 是通过远程打击 我打一拳就让对方站不稳 所以内夹拳可以 特别是行翼拳 可以说是用拳击摔跤的控制重心的方式 但是用拳打脚踢的方式去体现 你想想你打一拳能让对方站不稳 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获得更高的胜率 因为他站不稳他没法打你 所以他通过改变这种发力方式 能够锻炼我们现代搏击运动员 关于重心调整的能力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 这种实战的方式一旦出现在拳台上 对方打你打不动 你一打对方站不稳 然后你可以放心的抱腿摔 持续的往里打击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事情 同时告诉我们民间的这些朋友 有可能咱们一两代人做不成这个事情 大家还是要继续的练武功 把这个内夹拳的真正的 传承的这个系统变到身上 假如以后我们老是跟着西方训练 我们永远超越不了西方 有一部分有识之士 再回来发掘一下东方的武术 有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机缘 所以站在我的一个角度 至少他能够从这三个方面 提高我们运动员的身体素质 包括战斗的能力 第四呢是优秀的角度 现在搏击我们上文上面讲过 他始终有一个角度是避免不了的 就是如何站在对方的侧面 包括持续的站在对方的侧面 但是传统武术对这个是研究非常透彻的 他通过独特的身法 独特的角度 包括重心控制 能够让你始终站在一个优势部位 去打击对手 所以看上去至少有四点能够提高运动员的身体素质 但是大家想一想 这是在现代搏击体系下 在人的基因不变的迁积下 他们已经很难往前走一步了 但是我们至少有四个方向能够提高对方 所以是不是这种一旦掌握了之后 对于运动员的帮助会很大 所以我们这个专栏实际上是唤醒大家 对于传统武术 引起文化自信的这样一个课程 首先你要听明白 我们的思维逻辑和西方的思维逻辑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是动力链发力 我们是丹田发力 所以产生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他的是他的那一套 我们是我们的这一套 因为我们没有专业队了 所以整体水平不高 但是如果从理论和逻辑分析上 我们的这套系统有可能比他们那一套系统更优秀 本身的这些格斗运动员 如果水平很高了 在学习一下东方的这个系统 有可能能够战胜 比自己强的对手 所以首先是文化自信 你知道我们和它不一样 并且我们可能比它强 然后才能让大家更坚定的 更坚信的把传统武术练习下去